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又不脆弱 何况打算什么想 美国大学生我们来了 美国大学生今天走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在这里进行了分赛区的总决赛 十位选手的紧张对决和精彩的表演 都让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 而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网 今天也在直播平台上 对比赛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实时直播 当天的直播于美西时间晚七点正式开始 多名参赛选手 UCLA分赛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负责人 以及比赛主持人等都透过镜头和观众热情互动 现场气氛热烈 竞赛性是非常强 还蛮紧张 当晚分赛区的比拼异常激烈 第一轮的比赛采取一对一残酷的淘汰制 十名选手分为五组对唱 每组通过评委的评分 以及现场观众的投票淘汰一人 赛前采访中面对残酷的赛制 选手们都表示感到压力很大 一起练习的队友离去则更让他们不舍 在第一轮的比拼中 选手们实力演绎了修炼爱情 他不爱我 说谎等感情充沛的歌曲 两位选手亲情演绎的歌剧魅影 更是点燃了现场 以及收看直播观众的情绪 成为当晚的热门 其中一位演唱者李建桥 更是在直播中 获封UCLA林志炫的称号 在直播讨论中人气高涨 每组选手演唱结束后 来自UCLA音乐系的三位评委 都对歌手演唱进行详细点评 面对如此紧张的赛制 评委们也直呼太过瘾 一个对他们的挑战吧 因为毕竟俩人得走一个 他们像从刚开始一起练歌 他们都互相认识 也都成朋友了 完了你说非得离开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对评委来说也很难 至少他们唱得很好 所以你要真从其中选一个 我觉得就相当于是鸡蛋里挑骨头一样 所以我觉得能做出最后的这个选择 可能看着都是临场发挥吧 第二轮的比赛 脱颖而出的五位选手 分别演唱了各自准备的曲目 卖力演唱赢得台下观众的正正欢呼 最终 目前就读UCLA大尔的学生 Semesa沈获得了直接晋级5月12号 纽约决赛的资格 美国出门电视商业开发总监 黄玲英为晋级选手颁发总决赛的 入场券 赛后 Semesa在接受采访时非常激动 她自己也没有料想会有这样的好成绩 第二至第四名的三位选手 则会参加四月份在洛杉矶举行的 西部争霸半决赛 争取进入决赛的资格 取得第二名成绩的杨家辉来自中国澳门 她此前的舞台经验丰富 参加了多个大型选秀及比赛 从小热爱唱歌的杨家辉告诉记者 会好好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也会精心挑选比赛的中文曲目 争取冲击纽约总决赛 蛮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唱好 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准备多一点 本周末 美国大学生将来到知名学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进行美国西岸的第二场分赛区决赛 这也是全美范围的第四场分赛区决赛 选手们将会有怎样的精彩演唱 敬请期待揭示我们的时事直播 美国中央电视 文系员特征报道 我们来了 美国中央电视 《花街围 Seite 1》 顺着